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主演电视剧蜀山战绩之剑侠传奇 她主演的影视作品可谓不顾经典 她就是顶流花旦赵丽颖中国内地女演员 导演徐继周说她无可限量 导演潘安子说她是自己的女神 她从默默无名到现在的中国最贵的女演员 从大家对她的质疑到充分认可 用她自己的话说 十年刚刚好有人说赵丽颖症 戏症 三观症 赵丽颖一步步前进着 成熟着 在表演的道路上她慢慢长成着 面对娱乐圈形形色色的声音 赵丽颖不仅没有针锋相对 牙字必爆 而是用自己诚挚的心态和话语来面对质疑 她的一言一语尽显大气睿智 赵丽颖说 在这个圈子里成功之前要学会淡定和坚持 你看那些大树 不都是从小草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吗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要耐得住寂寞 何妨把自己当成一颗 有着长成大树之心的小草呢 这样 假使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总有一天 也会在不知不觉间 长成一颗参天大树的 面对质疑和诽谤 赵丽颖说 这一路下来 经历了误解诽谤欺骗背叛分离 错过冷言冷语恶语相向 也尝到了心酸心痛 心泪心冷 心死心甘情愿的滋味 现在懂得了什么是成长 不继续走下去 怎么对得起那么倔强的自己 赵丽颖因在电视剧 《陆珍传奇》中的精彩表现 而被观众熟知 面对网友质疑她走红的原因 赵丽颖开枪回应 自己也打过很久的酱油 并非一夜走红 她坦言 我不是一炮而红 我也打过好久的酱油 没有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我也是平凡人 所以我的成功 也并非一朝一夕得来的 走红之后 赵丽颖出现时 经常伴随着整容 心急等负面新闻 她的粉丝 也经常跟其他艺人发生骂战 对于这些风波 她说 我习惯了 之前于正老师也经常被骂 我看她就很淡定 所以我心理落差并不大 我觉得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人要学会知足 不要求那么多 就不会被一些质疑伤害到 赵丽颖很勤奋 一年接的戏 比别人三年甚至五年还多 她说 早就有人说 我是拼命三娘 就是得拼 刚入行的时候 都不敢想什么 就是咬着牙 有人一夜成名 我不眼红 我觉得自己这种付出型的收获 心理踏实 红其实是昙花一现的事情 人会变 喜欢哪个偶像更容易变 没有人能做到 让人一直喜欢你 千万不要被一时的成就冲昏头脑 如果有一天 你落到自己接受不了的位置 该怎么办呢 我能看到这一天 所以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作品永远是说话的资本 做一个有态度 有原则 有自己性格的人 不去迎合 不当一个 只是被包装好的偶像 宁可没人喜欢 但这样是我自己 赵丽颖已经准备做冷板凳的尴尬 也做好了长红的准备 她乐观 她什么也不怕 赵丽颖认为 要努力才会有收获 我不喜欢不劳而获的心态 认清自己的职业 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我是演员 我内心强大 我不会怀疑自己 我知道承受的定义 我不会怨天尤人 我会坚持 继续拼搏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笑着去面对 因为我依然在快乐地生活着 我希望我的笑容 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是赵丽颖亲口说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乐观的人命运不会差 祝她的演绎之路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